继续来看到知名的雕塑家王秀吉 跟宜兰特殊教育学校的师生举办了作品连展 从今天开始在雾涛的文化园区展出 包括王老师的雕塑以及特教生的绘画 手工艺跟组合盆栽等等 而展集到明年的2月28号 欢迎乡亲可以踊跃到场来参观 为他们加油鼓励 这一次特教生的绘画作品 共展出30件 包含有油画 水彩画 色铅笔画 校长曾坤祥指出 特教生在艺术领域中 表现并不比一般孩子差 他们观察敏锐 甚至更有创意 每一幅画都令人惊艳 希望透过这次的展览 展现学生的艺术天分和学习成果 也让社会大众有机会认识这群可爱的天使 那我们学生的身性都比较纯朴 他们其实的想法都非常的真 然后思考的也非常的善 那因为表达上比较跟一般人没有那么流利 所以他们就由画来表达 所以他们用色非常的大胆 那构图也非常的有创意 然后通常都是他们想到什么画什么 看到什么画什么 很大胆 很直接的把他们的东西表现出来 那这些作品其实是我们一般人 经过刻意的雕琢所表达不出来的 那当然也非常欢迎各位 所有的乡亲都来这边参观 来给我们孩子做鼓励 让孩子的成就可以得到肯定 王秀琪老师则是全国知名的雕塑家 得奖无数 除了有自己的展览园区之外 更是在全国各地的文化中心 美术馆 学校等等场所来展览 这次在宜蘭展出 机会难得 欢迎乡亲踊跃前往欣赏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